哈喽大家下午好 我是Donny Choi 今天是2020年9月26号星期六 Happy Weekend 好 这个 看到吗 这个 这个呢 华语的叫有很多人写是灭魔 就是消灭的灭魔鬼的魔 泰国话呢 叫做灭魔 所以灭魔 就是从泰国话翻译而来的 一音 灭魔 灭魔 但是请大家不要误会 因为 这个跟灭魔是没有关系的 华语写灭魔 消灭的灭 然后魔鬼的魔 OK 不要以为这个是消灭魔鬼的刀啊 这个是 不是啊 OK 泰国话 灭魔的意思 灭 MIT 灭 就是 刀 磨 就是医生 OK 灭魔 刀 医生 我们转过来就是医生用的刀 明白吗 好像 呃 我们有病 我们去开刀 他拿手术刀帮你开刀 帮你医病好 啊 就是啊 你医病 你就会好 就会痊愈 就会康复 就会没有病 明白吗 所以 灭魔 就是医生的刀的意思 而不是灭魔道 OK 请大家不要再困 困扰了 困小了 OK吗 不要再 呃 干傻了 OK吗 啊 干傻了 意思就是 啊 槟城的地道 附件化 就是说 不要会错意的意思 啊 记得 灭魔 用灭魔来 呃 灭魔 的灭魔 灭魔道 只是一个义因 啊 而不是真正的意思 OK 灭魔 是医生的刀 刀医生 反过来是医生的刀 OK吗 啊 啊 那 昨天有一位佛派友 他 他有post一个截图 一个snapshot给我看 呃 那个图里面啊 有一个 呃 师父 OK 他不是和尚啊 啊 他是师父 有一个师父 一个阿赞啊 然后 他 有做一个圣物 然后 那那边的文告呢 他是写说 啊 这个圣物你带了 啊 大概的意思啊 大概啊 大概的意思是说 你可以偷 别人的财运 啊 就是说 你带这个 呃 这个师父 所制作的这个圣物 可以偷别人的财运 然后呢 这位佛派友呢 他就问我说 为什么 我们南传佛教 会做这种东西 他问我说 Tony啊 偷东西 是佛教教我们做的吗 啊 佛教 南传佛教 教我们去偷别人的东西吗 你觉得这个东西对吗 好吗 其实我要在这里讲啊 这个是非常好咯 因为 你 眼睛血量 OK 你没有耳朵清 你看了过后 at least 你不明白 at least 你有filter过 at least你知道说 佛教 没有叫人偷东西的 OK so 你还会问我 就是非常好 然后 我是跟那位佛派友说 其实哈 sutra words of Buddha OK Buddha teaching是叫sutra 经文 OK sutra 没有叫人偷东西的 OK 这个 生物的东西是 vicha 是vicha 你种什么因你得什么果 今天你把你的歌犯 你的歌犯就拍回你 OK 因 拍果 明白吗 种因得因 种果得果 种榴莲树 得榴莲树 种榴莲树 不会拿到香蕉的 明白吗 OK 然后 这个提升人员 这个 空咖盘 kio kak 什么 这个全部是法门 是 vicha 所以 和尚有分两种 一种是专门 研究 学习佛法 另一种是 专修法门 vicha OK 明白吗 所以 法门归法门 佛教归佛教 然后 第二就是说 你要看到这种文章过后啊 你其实可以询问那位写 写这个文章的那个作者 那个逼者 OK 你可以问他 也可以请教他一下 为什么写这个东西什么 我相信 他是会很乐意跟你解释的 OK吗 OK 所以 今天这个 视频就讲到这里 对 我今天没有做工 所以就比较 relax一下 OK吗 然后 就是谢谢 各位的观看 希望大家 多多like subscribe and share 好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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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